歸納一下 第一個就Google開放資料 那這個我把重要的截圖都 剛剛用Labs在這邊增加一個 另外呢用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把年 放在列跟放在池 然後就做出這個結果來大概是這樣 那當然如果你要下載資料除了可以從什麼 從那個就是政府的開放資料之外 其實你也可以找到台北市的資料大平台這邊也有啦 OK 其實結果我看了一下兩邊好像資料是一樣的 這邊也可以下載 那不過呢好像剛剛同學有遇到一些問題喔 比如說 像下載資料裡面呢 竊道比如說像 剛剛同學好像有找那個桃園的 如果你要找那個 桃園的那個 竊道 那就有自行車這個嘛 桃園的自行車 不過我發現不知道桃園這邊是不是有騎Uby 因為我發現好像也沒有自行車到比較少吧 像如果 從我們門口騎到火車這樣安不安全 我發現好像 沒有什麼路可以走 我本來想說我坐火車過來然後騎Uby過來 後來看一下那個路好像有點危險 而且要經過平交道 OK 後來想算了我還是開車來好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可以 下載這邊就有 不過剛剛好像有同學下載之後 開啟之後發現有個問題 就是 變成這樣子 怎麼亂碼對不對 所以呢如果將來你們遇到亂碼怎麼辦 跟各位順便補充一下 如果你發現 你下載的資料呢 是亂碼的話 那 你可以做一件事 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裡面的編碼方式是 所謂的 UTF8 UTF8就是 一般Google啦 或者是Apple 就是 除了微軟之外的其他公司 都會用UTF8 那微軟跟人家比較不合群 為什麼 因為他想說 你們全部加起來 試占量還沒有我的 我的多位 為什麼因為像那個我們Windows 20有沒有 大概佔市占率 我他微軟應該就佔了9成了吧 9成了吧 90那你們其他才佔不到我的 有沒有才佔一成 所以我幹嘛跟你們一樣 那怎麼辦呢很簡單你可以用一個方法按右鍵 開啟的時候你不用Excel 你可以用記事本 所以呢 要解決亂碼的問題 其實只需要 一個軟體 應該每一台都有 記事本 記事本裡面只要只需要把它存檔 改編碼方式就可以 那怎麼改 你們發現記事本還比Excel厲害 裡面沒有亂碼 那 你只要另存新檔 關鍵的地方來了 檔案裡面另存 你可以看到底下會有個編碼 一般都是這個問題 其實99%應該都這樣 你只要檔案裡面的另存 然後存的時候呢把UT58改成第一個 ANSi 然後直接蓋過去 重新開Excel 這個檔就不會是亂碼了 儲存 然後要不要取代 4 OK 把它取代掉 沒關係 然後這個時候的話呢 這個檔剛剛開起來亂碼的 現在把它打開 你會發現呢 他就恢復正常了 這一樣 我們把它選 一般習慣是選起來 然後快點其中一個 一條線 他就自動幫你排好了 那Ctrl向下 我看他是100 他是 新的在上面 舊的在下面 他也104年 那總共是 自行車切刀 這麼少 398件而已 比住宅切刀還少 滿街不是都是腳踏車 我知道 你腳踏車被拖你會去報警嗎 可能會可能不會吧 但是你家私切一定會報警 對不對 因為你腳踏車私切上面沒有車牌啊 即便你跟警察說我的車子是什麼特征 我的車是白色的 我的車是什麼 他說滿街都是 即便我看到那一台車可能跟你的很像 但是因為上面沒有車牌 所以我也沒辦法抓啦 會不會跟這也有點關係 大致上這樣 所以我們先下課休息 待會再來看 其他的部分 假設有進階的相關功能 該怎麼做 那後面的話 我就會舉一些例子 反正就是利用Excel 來解決問題 我只能確認 請請請請來 谢谢观看